一时三天的太陈宫里月桂飘香 随着风飘荡的还有凤酒的笑声 帝君端着茶杯看着凤酒在月桂树下采花 走上潜伏在凤酒的脸边道 小白比花还美 凤酒清了下帝君道 你比桂花蜜还甜 远处扫地的青脸扭着腰 对沐云道 帝君和帝后怎么还跟初恋时得 沐云道 他们天天都是初恋 帝君这些日子忙着哄凤酒 现在忽然想起了孩子 崇林道 最近好像都跟林墨在校五场研究什么阵法 帝君 我该请客了 家里没有鱼啊 帝君说话间 看了眼正在给凤酒打下手的青脸 青脸一听 吓得立马跪下道 帝君 我修成仙了不能吃 帝君嘴角一笑道 你是私命的 帝君叫崇林去买鱼 崇林却说没钱 帝君 我们不是刚赚了金子 崇林看了眼凤酒 凤酒对帝君道 我都压住了 跟他们赌我姑姑生狐狸还是龙 帝君 夫人真是大手笔 崇林道 我还是去要王府里抓吧 校五场北面一棵高大的棵的罗树上 闪闪和林墨坐在树上 看着下面的一群孩子 闪闪道 我听连叔叔说老天君要把南海公主嫁给你 林墨哈哈一笑 道 我怎么不知道 闪闪 老天君太坏了 连宋叔叔不要的 怎么能给你 林墨道 小孩子不许我一副坏话 闪闪 那你会和他结婚吗 林墨笑道 我太帅了 结婚会叫一群女先哭死的 所以谁都不娶 闪闪道 你脸皮怎么也这么厚 这时崇林来找闪闪和滚滚回家吃饭 看见林墨道 毕竟也请林墨上神过去吃饭 路上闪闪问林墨道 你听说过于能杀人吗 林墨道 没有 闪闪道 我父君的独家武器 连宋和承郁拉着手过来蹭饭 一看见林墨 又听众林说帝君在厨房做饭 连宋觉得他一胸要倒霉了 厨房里帝君要做鱼 奉九道 你就别祸害鱼了 可他招架不住帝君撒娇似的闹 也只好叫他做了 夜话和白浅踩着饭点来了 今天奉九开心 一桌好吃的 还专门给他姑姑煲了汤 可白浅加了一筷子鱼肉时 奉九道 姑姑那是东华做的 白浅放下鱼肉 摸了下肚子道 娘可不能害你 筷子都从大鱼上面过 帝君手一挥把鱼送到林墨面前道 你吃 林墨筷子落下时 远处一排小鲜鹅 眼睛一闭 觉得他们心中的男神要翻了 林墨笑意盈盈地夹起一筷子鱼 放入口中细细嚼过后道 这里的二十八种调料 如果换个顺序 调个时间放入 这日必定是天下最美味的了 林墨又对帝君笑道 帝君刀工真好 众人各种姿势愣住了 帝君自己也记不住 丢了多少味调料进去 奉九一厅立马来了精神 叫崇林去药王府再抓调鱼来 他和林墨探讨起怎么作语了 承玉想学习厨艺 也凑了过去 闪闪一看 居然有没被他附军毒翻的人 觉得这是很值得研究 也凑了过去 白浅拉着夜华吃饱喝足 又打了包走了 连送看着研究鱼的几个人 对着一脸猛的帝君道 这算不算赔了鱼 又折了夫人了 帝君看了他眼不说话 这时候奉九对帝君道 东华 你刀工好 来帮我们把鱼切了 围观的小仙儿 一听下的鱼溜烟散了 太陈宫里繁花似锦 香气袭人 可帝君这几日里脸色阴沉 小仙儿也不敢笑了 见了帝君都远远地躲开 青莲走路还不是很稳 见着帝君又害怕 已经摔了好几次 有几天没来的司令 抱着书稿悄悄进了宫来 觉得气氛不对 转身想出去 丛林见了喊他 司令干咳了声道 还以为帝君他老人家休息呢 司令赶紧上前把书稿给帝君 帝君头也不抬道 上茶 小清莲端着茶盘一扭一扭地过来了 司令也不敢动啊 清莲从修成仙还没好好看过司令呢 这次仔细地盯着司令看 司令用袖子挡着 连宋摇着扇子进来了 见司令这样笑道 义君这府里也用不了这么多仙额 清莲你去司令府里当差吧 承林见司令汉都留下来了 赶紧叫清莲离开了 敲声对连宋道 三殿下就别吓他了 万一再给下出病来呢 司令抱着书稿走后 连宋对帝君道 你也没人陪 跟我去桃林找折宴去吧 原来这几日凤九和承郁对研究饭菜着迷了 林莲不仅对美食有研究 还懂食材和药材的搭配 嗅觉和味觉又灵敏 凤九和承郁干脆把他拉到天宫的总善房里研究新菜室 闪闪和滚滚也跟着去玩 白浅快要生产了 凤九研究完了新菜还要去姑姑宫里看看 再给姑姑做些吃的 凤九回到了自己宫里就累了 每日早早睡下 陪帝君的时间很少 晚上帝君看着睡得很香甜的凤九 琢磨着怎么把林莲给弄出天宫 连宋问发呆的帝君去不去 帝君也无聊 起身同意了 又叫丛林把给哲言的东西带上 连宋道 没人理 我们离家出走 丛林拎上东西 三个人出了宫门 小青年一看 帝君是不是要离家出走啊 赶紧出门去找帝后 结果自己走入部门 没走多远 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好巧不巧的是思命过来了 思命的第一反应就是跑 可以转身觉得这太不难忍了 又反身回来 思命把青年扶起来 青年道 帝君可能离家出走了 思命觉得也有这个可能 带他去了白浅宫里 凤九和承宇正跟白浅聊得热乎 一听帝君和连送离家出走 白浅道 小九在这 他去哪也得回来 凤九觉得这段时间是陪帝君少了 万一要真的离家出走了呢 跟承遇道 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两个人先到了青秋 凤九见他老爹在家 就说回来取个东西 偷偷问了他娘赶紧溜了 出了狐狸洞 看见米谷从陶林拿了酒回来 知道帝君和连送都在陶林 两个人到了陶林时 几个人正喝茶聊天呢 帝君见了凤九心里高兴 嘴上却说 别来找我 我不回家 凤九道 我没来找你啊 我来拿上神奇坛酒和林墨做菜用 帝君捏着凤九的脸道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坏了呢 白针摇着扇子悠悠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 帝君和凤九回了太成功后 帝君把帝君拖进厨房 把这几天新研究的菜都做给帝君吃 帝君抱着帝君道 我为你才学的 还闹 帝君 你不用学了 我很好养的 帝君还没说话 厨房门一脚被踢开了 闪闪小脸脏兮兮里抱着一大堆菜进来了 道 娘亲 菜我都准备好了 明天接着去总善玩 帝君看了会闪闪笑道 好 明天我也去学学 太成功中熟睡的凤九和帝君被一阵拍门声叫醒 木云在外面喊 帝后快起来 白浅上神要生了 凤九一听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出了门 凤九道 姑姑提前了十多日啊 凤九抬头一看天色 一轮圆月还挂在空中 红霞却又铺满了天空 朝阳已经出来了 凤九对目云道 妹妹 这出生的真是日月同辉 两个人急急忙忙向喜悟宫去 白浅的请殿里 叶华拉着她的手 虽是两个孩子的爹了 可还是很紧张 白浅看着叶华道 没那么疼 不用担心 凤九一路跑进喜悟宫 发现满宫花开 花香扑鼻 不知从哪里飞来很多七彩的蝴蝶 翩翩起舞 凤九进了大殿 看见她姑姑精神很好就放心了 对着紧张的叶华道 姑姑这个妹妹肯定漂亮 外面花全开了 都是蝴蝶 当漫天的红侠越来越浓 一声啼哭传了出来 蝴蝶白纸夫妇也进了宫门 喜悟宫上金翅凤凰和仙鹤长鸣 万叠飞舞 奇异的花香飘散在空气中 请殿里叶华从药师手里接过女儿 幸福地笑着抱给白浅看 对着白浅道 浅浅辛苦了 又浮在白浅耳边道 爱你 叶华看了眼窗外道 这个时候出生 我们叫叶末吧 白浅那离汤的那个组合 叶华笑道 小名叫小花啊 花开 凤九看妹妹粉嫩嫩的小脸 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对姑姑道 绝对是像姑姑一样的大美人 叶华报了孩子出店给大家看 店门外已经一大群人在等了 凤九奶奶接过孩子一看到 这又香又美的 将来也是名动八荒的美女子啊 毕竟上前看孩子 看了也挺喜欢 不过却对胡弟白指道 还是我们家小白最美 一边的连颂 看着粉嫩嫩的小娃娃 真是羡慕 承郁看着连颂的样子 在连颂耳边道 三哥哥要是这么急 不如自己多吃几个桃子 连颂道 我要吃了能生 我就住在桃林里了 连颂看着一边的帝君心想 如果东华能多生几个儿子 那我也不用这么着急 他一步到帝君身边 小声道 同事清秋的女婿 你可落后了 人家都生三个了 帝君 你半个也没有 连颂 你那一打狐狸 现在就有个零头 帝君道 你那么喜欢 我把半个零头 送你做女儿 连颂道 那我还是自己去生吧 挤出人群的闪闪 对着桃树下的林莫道 我有事找你 我觉得我应该有个师父了 你就不错 林莫笑道 九重天的人都知道 没人敢做你师父 小魔女 我是哪里得罪你了 闪闪道 原来你是个胆小鬼 林莫笑了道 我不能常待在九重天的 过几日犯进大法会 我要去护法 林莫对闪闪道 你父君自是可以教你的 闪闪听了气呼呼 从衣袖里掏出那个七彩的海螺 丢到林莫 脚下道 我看你就是怕我父君挖坑埋了你 胆小鬼 说外人跑了 林莫弯夭时起地上的海螺笑道 真是个小孩子